民众三三两两拿着身份证和投票通知书 来到台北市信义区三星国校 针对警情里长王雷凯的罢免案进行投票 行使公民权 查得完身份之后领票、圈票、投票 根据中雄会公布警情里选举人数为3166人 同一票要超过选举人数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792票 并多于不同一票罢免就会过关 行使互合就是从他当里长以后的所作所为 我们来判定怎么做 里长的表现里民自有公断 罢免方则指控王雷凯贪污公款之外 还长私人借贷不还 债务超过350万元 更搞外遇和第三者生下私生子 平常也不住里内是住第三者家 王雷凯则反驳他没有贪污公款 也让警局调查过进得起检验 更反枪罢免方这些日子以来骚扰里民 把公务表现和私德混为一谈 并不是民主的表现 除了战反方攻防 这一起罢免案受到瞩目 还有政党因素在里头 去年3月 国民党立委徐晓星拼党内初选期间 邀请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去吃凉面 这家两面店就是王雷凯家经营的 让他被视为是徐晓星的庄角 外界解读王雷凯的罢免案 是为了罢免徐晓星的前哨战 这个应该跟徐晓星政党都没有什么关系 里而已 不是说议员或是说比较大的选举 原则上我们以里民的角度来讲 当然是期望的就是里长人帮里民服务 我讲坦白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政党 他反而跟蓝绿都手牌比较好 比较能帮里民做一些更好的服务 里民强调两件事分开来看 徐晓星则回应 王雷凯近来家中有变故 希望留给对方空间 不愿对此事多做评论 民意新闻综合报导 赶快拿起MOD遥控器 在自选餐当中加入民事新闻台 为您带来最及时最正确的新闻内容